男人在机场偶遇曾经暗恋的女神 内心不受控制的激动起来 下一秒女神的大肚子映入了她的眼帘 西京转头看到了不远处凝望她的真心 她主动于真心打招呼 真心看到她似乎很不高兴 两年前西京为了爱情 不顾母亲反对 与男友私奔去了美国 这一行为不仅深深伤害了母亲 也给她所在音乐节目的策划人真心造成了困扰 身为节目作家的西京 只准备了三天的原稿就离开了 郑行很难在三天内找到代替的作家 差点让节目开了天窗 郑行无法原谅西京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无论与她多说先离开了 其实郑行两年前有想过向西京表白 得知她有了男友后还难过了一阵 后来她没提前打招呼就去了美国 让郑行击恨了她一段时间 郑行刚下飞机就来到了公司 她手下的作家发生车祸出院了 现在她又需要在短期内找到一个替补作家 郑行刚回家想放松一下就接到了妻子秀珍的电话 她与秀珍才结婚一年 其中有半年的时间秀珍都在离家出走 现在她也懒得去找秀珍求和了 秀珍却说她父亲有时想见郑行一面 郑行见到岳父后 岳父想让她哄哄秀珍把她接回去 郑行早已收购了这个大小姐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门后的秀珍听到 另一边西京已经在家门口站了三四个小时 她害怕母亲责骂一纸不敢进门 这时弟弟回来看到了她 弟弟高兴地叫出了大家 外公看到西京后又惊又喜 弟弟要帮西京把行李拿进去 母亲却制止了她 西京向母亲道歉 母亲说她当初因为男人头也不回地抛弃了家人 现在还有什么脸面回来 西京承认自己当初胃癌冲昏了头脑 但她从未想过不再回这个家 西京求母亲留下自己 她不想孤单地在国外生孩子 外公行统西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让她先住下休息休息再说 男友母亲舍得让女儿露宿街头 只是气不过太愚蠢的行为罢了 然而西京并非为了生孩子才回来 实则是她发现男友有了别的女人 与男友彻底分了手 虽然母亲暂时抹许让西京留下来 但她心里还是过不去这个感 西京重新踏在熟悉的道路上 心里不免为这两年的感情绝对不值 郑行来咖啡店见替库的作家 却在这里看到了西京 她直接视而不见从西京身边走过 见面的作家不愿做兼职 郑行只好继续寻找 她发愁要去拿找个兼职作家来 翻看通讯录时又看到了西京 这个曾经她想偶遇却从未遇到过的女人 近来却经常出现在她眼前 抱着适时的态度 正行打通了西京的电话 离家出走的女儿挺着个大肚子回来 有哪个母亲能云淡风轻的接手 可西京并未意识到她的离开伤害了母亲 甚至还觉得是母亲当年强烈反对 让自己产生了逆反心理才会与男友私奔跑去美国 尽管后来男友劈腿 证明母亲当年反对的没错是她看错了人 可她还是希望母亲能包容自己抱抱受伤的自己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嘶吼着让自己出去 气氛之下西京要收拾东西离开 路子却突然疼了起来 母亲着急的把她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她营养不良有早产的风险 让她保持良好的心情多吃点肉类补充下 路上母亲又忍不住责备 当初放了狠话出去 为何混成这个样子回来 那个爱得要死要活的男人呢 怎么能让她营养不良的回来 西京这才告诉母亲两人已经分手 西京自知没脸面对母亲 在美国吃了一段苦才下决心回来 回到家后母亲边做饭边哭 西京质问的那句 我是你亲女儿妈一直在母亲心头挥之不去 30年前丈夫抱着强保中的西京回来 从那刻起她开始击恨丈夫 但她从未将这份恨意带到西京身上 这些年她尽心尽责想成为一个好母亲 看到西京变成这样 不免让她有些自责 母亲知道西京没钱 便买了很多母婴用品给她 可看到别的孕妇都有老公陪着 母亲忍不住为西京的处境担忧 尤其她太过愚蠢 西京看到母亲给她买了这么多东西 很是感动 母亲却始终为她的未来担忧 即便有家人的帮衬 一个人抚养孩子也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身无分文的西京急需找份工作户口 这是曾经暗恋她的振兴找上了门 振兴手上的作家出了车祸 现在她急需找一个替补作家 于是便找到了西京 这行不容拒绝地将讨备好的节目资料 放在西京手里 让她写篇原稿后添交给自己 就当她两年前不辞而别的补偿 西京看她十分着急便答应了她 西京要去图书馆查资料 正好外公曾经的学生陈俊 拜访完外公要离开了 顺路把西京送去了图书馆 西京在图书馆把原稿写好后才离开 出来后却发现陈俊还等在门口 陈俊担心西京一个孕妇回去不方便 便想再送她回去 正行下班后看到西京独自坐在大厅 远远看去她还像曾经一样漂亮 只是大了肚子 当年如果自己勇敢一点 会不会陷在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自己的 正行察觉自己思路跑偏 收回杂乱的情绪上前与西京打招呼 西京提前将写好的原稿交给她 告诉她觉得不行的话可以直接扔表 正行看过原稿后很是满意 询问西京什么时候回美国 得知西京以后不走后 正行问她愿不愿意做兼职作家 只要做到明年春天就行 西京正好手头缺钱 便接下了这份工作 西京离开时一直盯着路边的饺子看 这一幕被不远处的正行看到 自日一早正行专程买了饺子给西京送去 正行告诉西京昨晚节目效果很好 然后地上饺子就离开了 正行离家出走的妻子秀珍终于回到了家 可她却不是为了与正行复合 上次她偷听到正行与父亲说想与她离婚 这次她专门带了两个箱子回来收拾东西 秀珍以为离婚后正行会求着她复合 于是约出正行直接向她提了离婚 自日正行早早地等在明镇局门口 秀珍盛装打扮姗姗来迟 进去前她要与正行打赌 看将来谁先后悔 正行不想理她先进去了 提交完离婚申请后 正行心中的石头落下了一半 再有一个月她就彻底自由了 西京为感谢陈俊请她喝咖啡 突然肚子疼了起来 正好正行出来与人见面看到了她 赶忙与陈俊一起将西京送到了医院 正行以为陈俊是西京的老公 觉得自己留在这里不合适打算离开 可她还是担心西京 拿了张自己的名片给陈俊 让她等孩子出生后通知下自己 西京母亲赶到后 让陈俊先回去 现在离孩子出生还有段时间 陈俊害怕中间出什么意外 坚持要等到孩子出生 回去工作的正行一直心不在焉 时不时的拿起手机查看 看到陈俊发来的西京生了个女儿 母子平安 正行玄置的心这才奉行 旧正总是找各种借口与正行见面 她认为总有一天正行会求她复合 殊不知正行心里一直没放下曾暗恋的西京 西京生完孩子没几天来公司找正行 说她身体已恢复好可以继续工作了 正行疑惑她这么拼老公同意吗 上次看她样子不像是需要老婆出来赚钱的人 西京解释陈俊只是她外公教过的学生 正行好奇她生孩子老公为何不回来陪着 正行发现西京看她的眼神充满了不解 这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立场生气 可想到西京吃了很多苦又忍不住心酸不已 回去后的正行一整天无心工作 他开车来到西京家门口想见她 想了很久才找到见面的理由 正行送了西京张画展的票 说可以激发她写作的灵感 西京诧异她大晚上叫出自己 就为送自己张票 正行说她上午不是故意要挖西京山口的 为了公平起见 正行说出了自己正在离婚的事 她想借自己的不幸安慰西京 同时也向西京释放出自己即将单身的信号 正行回到家后姐姐经言难得邀请她喝酒 原来前不久有人帮姐姐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好巧不巧那人正是陈俊 不想结婚的金言本也不打算与她见面 可母亲却说对方看过她照片后 嫌她丑拒绝与她见面 金言这就不乐意了 她一直对自己的外貌很有信心 于是直接来到了陈俊公司 本想让陈俊看到她真人后后悔 见面后才得知陈俊父亲刚去世 她近两年没有结婚的打算才拒绝相亲的 金言见了陈俊后对她生了好感 强烈的征服欲让她下决心要早日拿下陈俊 姐姐这颗万年铁树终于开了花 正行自然为她高兴 正行被上次夸奖说节目做得很好 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西京 于是把她叫来公司想请她吃饭 正好这是秀珍赶来找正行 看到两人有说有笑放弃了粗意 直接质问两人是什么关系 西京解释她是给正行节目写文案的作家 秀珍觉得这种工作完全可以线上交接 就警告西京以后不要与正行见面 正行不想让秀珍在西京面前丢脸 拉着她先离开了 晚上正行下班时收到了西京的短信 今天没灵感原稿没写出来 只能明天再交给她了 正行直接打电话过去 愿西京明天去看画展寻找灵感 两人看画展时正好被秀珍的好友看到 好友拍了照片给秀珍 看到照片的秀珍直接火冒三丈 发短信给正行让她解释下什么情况 正行不想搭理她直接关了手机 秀珍便来到了画展门口 正好看到两人一起上了车 失去理智的秀珍直接开车追尾了正行的车 正行没想到秀珍会不讲理到这种程度 直接把她推到一边拉着西京要离开 正行觉得没脸面对西京 两人只是同事关系却让她受这种委屈 西京却和善地表示虽然秀珍做得太过 但她应该是太爱正行才会这样 正行觉得这是占有欲不是爱 次日秀珍直接找到西京 让她交代她与正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西京表示两人只是与同事关系开了个画展 并不是秀珍认为的男女关系 可西京长得太漂亮 秀珍担心正行会爱上西京 她警告西京如果不想遭遇更难堪的事 就马上辞掉这份工作 她可以帮西京找份其他工作 西京不想因为被误会就放弃工作 她让秀珍不要再因为这种事找自己 秀珍发短信告诉正行 自己一定会想办法让西京从她身边离开 正行赶忙去车来到西京家 她问西京是不是与秀珍见面了 西京表示她现在什么话都不想说 于是正行找到秀珍 质问她有什么资格找西京 正行警告秀珍她与西京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秀珍再去侮辱西京 自己绝不放过她 接下来几天西京一直都不接正行电话 每日用邮件发送写好的原导 正行发邮件过去道歉 西京也不回复 这让正行很是痛苦 她猜测秀珍肯定做了过分的 是西京才会这样 更加觉得对不住西京 心情郁闷的正行整日结酒消愁 家人从未见她这么消极过 不免替她担忧 姐姐问正行究竟发生了什么 正行却不肯告诉她 陈俊从西京外公口中得知 西京早已与男友分手 独自在外吃了很多苦才回来 陈俊感慨西京与人不输 约她出来吃饭 谁知却被惊言撞见 金言大方的上前打招呼 询问陈俊与西京什么关系 陈俊表示两人只是朋友 回去后的金言怎么也想不明白 陈俊明明告诉自己不想结婚的 怎么会和别的女人来往 带着疑惑 金言直接来到了陈俊的办公室 开门见山的询问 他与西京是不是只是普通朋友 虽然陈俊给了他肯定回答 金言还是不太相信 他盘问陈俊西京是做什么的 这才发现西京竟是与自己弟弟一起工作的作家 为了确认西京与陈俊只是朋友 金言叫出陈俊 让他问问西京 他与陈俊是什么关系 陈俊疑惑姐姐为何对西京充满了敌意 正行告诉他 自己现在没脸见西京 正行把秀珍对西京做过的事告诉了金言 隔天 金言去做头发时正好撞见了秀珍 警告他不要再做让正行丢脸的事 气愤的秀珍直接打电话给正行 正行一想到西京因自己被羞辱就愧疚不已 他想找西京道歉 奈何西京一直躲着他 正行为这事整天虫眉苦脸 同时知道整件是来龙巨脉后 趁他举卫生间期间发短信叫出了西京 正行为秀珍的过分行为向西京道歉 他担心秀珍还会再来找西京麻烦 正行请求西京不要再躲着他 只要再忍一个心机就行 一个星期后过了轮静 其他与秀珍就彻底离婚了 这时突然下起了雨 正行脱下外套与西京一起躲雨 西京要先回去 正行却制止了他 可在这期间 秀珍还是找了过来 正行不明白不就是两人躲雨的画面 这能说明什么 秀珍让他把西京辞了 不然就把这些照片传到网上 正行要被秀珍气疯了 怎么会有这么无理取闹的人 随后秀珍又找到西京 直接把照片甩给他 质问他有什么理由否认他与正行的关系 西京觉得他简直是有妄想症 他们夫妻之间的事为何要把自己扯进去 待秀珍离开后 西京直接找到正行 正行觉得丢脸急了 独自躲到海边喝得烂醉如泥 母亲发现正行一晚没回来很是担心 得知儿子受了秀珍的折磨才会这样 母亲直言哪怕得罪秀珍父亲 两人这婚也是非离不可 到了离婚这天正行等 老明证据下班了也没等来秀珍 他来到秀珍家里质问他又闹哪样 秀珍表示他还没当够和正行的妓子 等他啥时候觉得没意思了两人再离婚 正行拿这个大小姐没办法 只好找到岳父 想让他劝说秀珍离婚 岳父表示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他想要什么自己自然会满足 现在他不想离婚 那正行就继续和他一起生活吧 正行表示他非离婚不可 岳父笑着称只要女儿不愿意 不会让他如愿的 随后正行找到西京 难过的告诉他自己没离成婚 西京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正行却开口问西京 女人与母亲在奢侈品边购物 却撞见了拖着弟弟不肯离婚的弟媳 直接扔下刚买的奢侈品向弟媳走去 金言警告秀珍再不与他弟弟离婚 自己见他一次打一次 任性的财阀千金哪受过这种委屈 上前抓住了金言的辫子 母亲见女儿落了下风赶忙上前帮忙 三个频率里最注重形象的贵妇 在这一刻都变为了泼妇 被打的秀珍哭着跑回家向父亲诉苦 财阀会长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哪会让他受这种委屈 赶忙打电话给亲嫁公 让他带着老婆过来道歉 正行母亲刚回家就被父亲叫到了书房 多大的人了 静与儿媳在山场打架 另一边的正行正在想着昨晚与西京的对话 西京从未想过正行会对自己有其他感情 他直言自己没想过 想了也没意义 正行还在思考西京对他有没有好感 秀珍却拉着行李来到了正行家 他认为既然两人还没离婚 他自然是要搬回来住的 秀珍表示他父亲已与公共交代过了 两家还有那么多生意往来 婆婆硬要把他赶出去的话 可是会少赚不少钱 正行母亲赶忙打电话给老公 老公称当时说好的事 等两人感情变好了后再搬回来 没想到秀珍行动这么快 既然已经进门了 也不好赶出去 只能先让他住下 正行得知秀珍要搬回来住后 直接收拾东西要出去住 婆婆嘶吼着要秀珍出去 这个家没人欢迎他 任性的秀珍才不会考虑他们的感受 迈着气人的步伐回到了房间 正行叫出西京把秀珍搬回家 以及他搬出来住的事告诉了西京 西京觉得他没必要与自己说这些 不过他愿意主动辞职解除误会 西京的话让正行头痛不已 他害怕西京真的辞职离开自己 次日工作时 正行满脑子都是他与西京曾相处的画面 可越想越压不住对西京的爱慕之情 正行来到西京家找他 直接把他拉到了郊区 正行让西京不要认为自己的感情太突然 不要觉得自己只是一时兴起 其实从五年前自己对他就有了好感 只是当时他与别人去了美国 自己也就把这份感情收回了 之后正行直接对西京说出了他的心声 刚经历过背叛的西京哪容易这么快接受一段新感情 况且正行这边还没与妻子彻底了断 西京回复正行 他现在能做的只有拒绝他 西京还想说更残忍的话 正行却一把把他拉入了怀中 正行让西京不要有负担 他应该成文点等离婚后再向西京谈谈感情的 可对于西京这样生活艰辛无依无靠的人来说 哪怕他心里弥漫两人不可以 还是会被正行的告白搅得心烦意乱 陌生人拿着女儿与已婚同事并肩行走的照片 诬陷女儿与同事关系不单纯 母亲为询问西京真实情况 直接亲信陌生人的话让西京从公司辞职 原来当年母亲好心收留穷困的好友在家里小住 好友却背着他生下了老公的女儿 之后扔下孩子消失了 遭到双重背叛的母亲忍痛将西京养大 她从未将自己遭受的痛苦强加给西京半分 但当别人上门声讨西京行为不检点后 母亲想到了自己当年被背叛的痛苦 她认为西京遗传了生母的基因才会这样 尽管西京解释她与正行只是同事关系 母亲却不愿意相信 被母亲冤枉的西京难过地躲在房间哭泣 听到争吵的妹妹端着饭进来安慰西京 妹妹说母亲一向口无遮拦 估计是从未遇到这样的事 不想让姐姐受人非议才要求姐姐离职的 在妹妹的安慰下西京阴霾的心逐渐变情 陈俊得知西京遭遇后介绍她去其他电台工作 西京说她会考虑下 但她不想逃避 如果辞职就等于承认了别人误会的事实时 正行从同事口中听说西京打算辞职去其他电台 立马来到西京家找她 没找到西京却碰上了她妹妹 妹妹把秀珍来家里大闹的事告诉了正行 正行听后气的失去了理智 她找到秀珍把她带到江边 直接拉着她往江里走 秀珍这样去别人家闹时让自己丢近脸面 反正都没脸见人了 干脆两人一起死散了 秀珍跑后正行才慢慢恢复过理智 她痛苦自己为何会遇上如此难缠的人 秀珍回到家里 哭着向父亲叙述正行要杀她的事 父亲听后气氛极了 竟敢如此对待自己的宝贝女儿 她打电话叫出正行 直接狠狠揍了她一顿 听到这话正行感觉自己解放了 身上这点痛苦与她此刻愉悦的心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次日父亲抢压着秀珍来到命证局 与正行一起递交了离婚申请 出来后父亲让正行不用担心 冷静气过后她会再压着秀珍过来签字 正行本以为与秀珍离婚后 她就可以全心守护西金 没想到西金的母亲却找上了门 母亲说西金刚受过一次伤害 她不想西金再次受伤 如果正行不能让她家里人接受西金这个未婚妈妈 就不要再去打扰西金 正行带着西金来到曾表白悲剧的地方 再次向西金表明了心声 西金认为两人现在在一起 无意证实了秀珍曾经的怀疑 所以她再次拒绝了正行 正行并未因此心灰意冷 两人与朋友关系继续相处 西金陈俊被迫接手了奶奶的连锁饭店 她想请西金赏光来饭店品尝 却一直联系不到西金 无奈的她独自来到饭店 却看到西金与正行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吃饭 这一幕瞬间让陈俊心情糟糕起来 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西金并非单纯的朋友之情 有了这个念头 陈俊找到西金 询问她与正行是否在交往 西金表示两人只是单纯的同事关系 听到这个回答陈俊瞬间送了口气 可西金接下来却说 正行已向她表白 虽然她拒绝了 可她的心已偏向了正行 这话一下刺痛了陈俊 陈俊明白西金顾及自己未婚妈妈的身份才没接受正行 她想开口说自己不介意西金的过去 又觉得太过唐突 转而安慰西金不管什么处境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也许是陈俊的鼓励给了西金勇气 回到家后 西金询问母亲会不会反对她与正行在一起 母亲直接反问 自己阻止的话 她会和正行断绝来网骂 母亲表示她希望西金能幸福 但是西金要考虑下正行父母的感受 反正她作为母亲接受不了儿子将来的媳妇是个未婚妈妈 母亲表示只要正行的父母同意 自己自然会支持他们 正行母亲与姐姐一起做头发时碰到了秀真 秀真故意调试告诉他们 正行现在在与一个未婚妈妈交往 母女俩赶忙来到正行家里询问 正行让母亲不要听秀真瞎说 她就是一个信口雌黄的人 鉴于秀真一贯爱调试 母亲也相信儿子不会傻到喜欢一个未婚妈妈 便吩咐正行一定要参加自己安排的相亲 正行借口自己太累让母亲先回去 然而母亲与姐姐刚离开 正行就去见了西金 正行带西金来到一家高级餐厅 西金看着一路摆放的蜡烛 一想到前面一定有惊喜在等着她 当西金打开正行提前准备好的礼物 看到是厚厚的一路文件不免有些疑惑 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些竟都是她曾写过的原稿 正行说她之前暗恋西金时 经常会拿出这些原稿看看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习惯 不知不觉竟收藏了这么多 这份礼物还让西金感动 不是里面的东西有多珍贵 而是正行在乎她的这份心 感动之下西金同意了与正行在一起 过二代爱上未婚妈妈 想要娶她又害怕家人反对 于是先把这事告诉了父亲 想先征得父亲的同意 父亲问她能不能连西金的小孩一起接受 正行表示她从未把西金与恩非单独分开想过 正行认定只有西金能带给她幸福 见儿子这么坚定 父亲表明她不会反对 正行请父亲先帮忙保密 本时既成熟了她会找机会告诉母亲 正行这边刚说服父亲 另一边她的情敌陈俊正在请西金吃饭 陈俊本打算向西金表白 没想到却碰到了金言 金言非要坐下来与两人一起吃 饭后又要与两人一起喝咖啡 搞得陈俊根本没机会与西金单独相处 要分开时 陈俊让金言路上小心点 却要开车送西金回家 这让金言意识到陈俊可能喜欢西金 他来到陈俊办公室 询问陈俊竟然都送了衣服和项链给自己 为何又对自己如此冷淡 陈俊表示那些都不是自己买的 是叔叔为撮合两人以他的名义送的 金言这才明白原来一切都是自己一厢情愿 金言要离开时看到桌上放着西金送的花 拿文件时故意把话推到了地上 金言的脚背被砸到头的嗷嗷叫 陈俊却敢忙弯下身查看地上的花 金言现在已经确认陈俊喜欢的是西金 他想不明白自己拿点不如一个未婚妈妈 巨大的打击让他对西金心生厌恶 金言回到家后 母亲让他拿着相亲对象的照片让弟弟看看 等他来到真行家 却发现西金也在这里 金言直言西金脸皮太厚 一个未婚妈妈竟敢勾引自己弟弟 真行觉得这是他与西金两人的事 姐姐无权干涉 金言让真行赶快与西金断掉 母亲知道后肯定会晕过去 真行害怕姐姐把这事告诉母亲 打电话给父亲让他拦住姐姐 等金言回去后 父亲让他不要管真行的事 西金被金言骂后开始考虑这份感情之不知 次日他来到真行的工作室 准备向真行提分手 可真行却把他拉进了录音棚 听着动人的歌曲两人在一起的画面 像电影一样在脑海放映 想到两人马上就要分开了 西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正行看西金哭得泪流满面 还以为他是被自己感动到了 出去后得意的问西金自己求婚的方式是不是很棒 西金默默的点着头 他明白正行家人很难接受他 于是含泪请求正行放开他 正行让他不要在意姐姐说的话 两人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 怎么能连这点困难都无法克服 可西金却认为两人迟早要分手 长痛不如短痛 正行无法接受这一切 每天下班后都去西金家门口等他 希望西金能心软下来 西金看不下去 让母亲出去告诉正行快点回去 母亲顺便把自己反对的理由告诉了正行 他觉得即使最终正行赢了母亲 婚后他母亲也会刁难西金 到时西金肯定会过得很辛苦 所以现在放手对双方都好 正行无法接受这种说法 把自己灌得敏顶大罪回到了家 在酒精的作用下 正行三更半夜敲响母亲的房门 告诉他自己爱上了未婚妈妈 对方考虑到母亲接受不了他要与自己分手 正行希望母亲能同意两人在一起 母亲觉得他肯定是疯了 让他赶快出去以后不要在自己面前提这事 他威胁正行敢于西金在一起自己立马跳楼 见两人这么激动 父亲赶忙把正行拉了出去 母亲被正行气得没有胃口 虽然正行说两人已经分手 但他怕这是西金时的手段 找到西金向他确认 西金虽说两人已分手了他却不信 保守起见他让西金立马辞职 不要再出现在正行身边 西金本想解释等找到新的作家自己就离开 正行母亲却认为他想找借口拖住正行 冲马他一顿后离开 被羞辱的西金独自待在街上痛苦 放开正行仪让他十分痛苦 现在又要接受别人的辱骂 为了彻底忘掉正行 西金发邮件让正行尽快找个新的作家 最后的工作也都用邮箱与正行交接 正行每天都向西金报备自己的行踪 西金都置之不理 母亲为让正行尽快忘记西金 瞒着正行偷偷给他安排了相亲 正行发现母亲用意后 不给他任何面子 直接告诉对方自己有了喜欢的人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留下被他气得半死的母亲连场 正行逛超市时看到西金独自带着恩非 正要上前打招呼时 看到恩非头上的货物快要掉下来了 赶忙上前护住了恩非 自己却被砸破了脑袋 西金发现恩非安然无恙吼松了口气 转头发现地上躺着的人竟是正行 正行醒来后让西金先带着恩非回家 西金却不放心正行 叫来母亲接恩非 母亲在大厅碰到了陈锦 陈锦奶奶生病了他在医院照料 得知正行出事后 陈锦抽空去看正行 却发现西金哭红了眼睛 看到喜欢的人为别人流泪 让陈锦心生嫉妒 正行住院期间西金一直陪着他 这让他感觉很是幸福 西金也感动于正行不顾一切对他的守护 正行出院后 拉着西金去了教堂 他希望西金不要在上帝面前撒谎 随后问西金是不是真心想与他分手 西金哭着不说话 正行又问他爱不爱自己 如果不爱的话摇头就是 西金哭着点了点头 正行激动的开怀大笑 未婚妈妈想嫁入豪门 刚进门就被未来婆婆破口大骂 不要脸的狐狸精明明答应自己会与正行分手 却又厚着脸皮出现在他们家 正行大声制止 是他引拉着西金来的 告诉母亲即使他不同意两人也要结婚 这话刺激了母亲 拿起桌上的花球向西金打去 正行表示他在西金来只是出于礼貌 如果母亲不肯接受西金 他就搬出去住 随后就带着西金离开了 母亲被正行气的喝水都差点被噎着 金言觉得母亲太笨 他只需假意接受西金 然后要求西金不要带孩子进门 西金自然会因为放不下孩子与正行分手 母亲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立马打电话给正行 让他叫出了西金与他母亲 饭桌上 听到母亲愿意让两人在一起后 正行与西金都有点不敢相信 母亲转而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这话一出大家脸色都变了 西金直接从饭桌上离开 正行赶忙追了出去 西金母亲表示他本就不想接受正行 是正行一直缠着西金他才免为亲难过来的 既然对方这么不喜欢西金 就应该好好管管儿子不要再让他打扰西金 正行来到西金家道歉 他从未把西金与恩非单独考虑过 那些话只是他母亲个人的想法 屋里的西金听到这些把正行叫了出去 正行先发制人让西金不要与他提分手 随后他说不需要母亲同意 两人直接结婚 西金却不同意 他之前就是走的这条路才导致现在的处境 可正行想尽快抓住西金 他怕拖久了西金会离开他 西金外公劝女儿为了西金幸福 留下恩非他们来抚养 正行回来求母亲同意两人 剑与母亲沟通不了 便决定搬出去住 母亲背弃的步行激动的让他赶快滚出去 剑正行真的要走 母亲又上前拉住正行大马他没有良心 剑为了一个女人要与家人决裂 母亲越说乐器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后看到正行让他赶快滚出去 老公安慰他看开点同意正行算了 可他却做不到 金言出去问正行母亲都这样了 他还要走吗 正行表示只要母亲不同意他就要离开 金言回到房间劝母亲同意正行算了 不同意的话以后就见不到儿子了 老公也觉得没有赢得过子女的父母 就不要再与正行讲了 就这样母亲无奈同意了正行 可他不想这么快就让儿子取西金 便提出等金言结婚后 正行才能迎娶西金 正行自然不介意多等断事件 陈俊叔叔经常对金言透露陈俊的行踪 每次偶遇后 陈俊总能从金言口中听到西金与正行最新的进展 听到正行母亲羞辱西金时 他怕西金难过 大晚上约出西金安慰他 得知正行母亲接受不了恩非后 他替西金担忧 叫出正行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抛下恩非 现在听到正行母亲同意了两人 他郁闷得不知如何是好 只好借酒消愁 可就算是醉酒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想给西金打电话却始终按不下通话键 奶奶很少见陈俊和陈这样 问陈俊是不是有了喜欢的人 陈俊不肯承认 奶奶便劝他尽快结婚吧 自己身体每况愈下 现在看到他陈家就是自己最大的心愿 奶奶觉得金言人就挺不错的 虽然能看出他不是陈俊喜欢的类型 但奶奶觉得两人多相处慢慢就会有感情了 陈俊也想尽快忘记西金 便同意了金言的追求 今生母亲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不知情的西金上前问他找谁 得知对方是母亲好友 西金礼貌地把他带进了家门 三十多年未见的好友突然出现 英善却推翻行李让他赶快滚出去 真欲求英善收留他几天 他在韩国一个亲人都没有 西金不明白眼前的女人与母亲有什么仇恨 母亲竟不顾一点情面提着他的箱子就要扔出去 这时外公出现制止了母亲 父亲说真欲承诺主十天就走 他希望女儿能放下过去原谅真欲 英善说他至丈夫去世都没法原谅他 现在真欲有什么脸出现求他原谅 父亲说他从决定养西金那天 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事发生 预计纠置不放 不如探开点就当放过自己 此时不知情的西金还在外面招待真欲 真欲相看不够一样 一直端向着西金 英善最终决定了让真欲暂住十天 并与他约定不能说出西金的身世 真欲好奇西金有了孩子为何还住在娘家 得知西金是未婚妈妈后 真欲又心痛的不行 专门在门口等西金下班 西金觉得真欲阿姨对他很特别 竟在门口等他下班 英善听后担心真欲不守沉默 让他搬到酒店去住 真欲保证不再这样 隔天却有让西金陪他去商场 非要给西金买玩偶与小鞋子 西金很不解他这种行为 真欲解释自己有个和西金一样大的女儿 从小夭折了 每次看到这些东西就回想到女儿 西金便宜为其难地收下了 真欲母亲要来了西金的八字 算出西金与真欲三月结婚比较好 便决定让真欲与西金先结婚 西金拿着选婚纱实拍的照片让母亲参谋 真欲看到后 决定画幅画作为西金的新婚礼物 这天殷善的好友来家里做客看到了真欲 知晓真想的他替殷善气不过 大妈真欲怎么有脸出现在这里 这时西金送茶过来 三人害怕实情暴露赶忙转移话题 真欲被两个好友骂后心里很是难过 当年他自觉自己漂亮 为验证自己的魅力一时兴起 引诱了西金附近 有时候回想起来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 想到自己为爱晚期活不了多久了 也许这就是老天对自己的惩罚 最久的真欲打电话给西金 让他接自己 西金带着弟弟一起把真欲接回了家 四日一早 殷善让真欲赶快离开 昨天他喝醉差点说漏嘴 真欲想画完画送给西金后再走 殷善觉得他真想对西金好 就应该赶紧离开 西金要知道真相肯定会大受打击 殷善拉开门却发现西金站在门口 西金问殷善他与真欲是什么关系 害怕他说漏嘴的又是什么事 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 南方父亲看到女方母亲后脸色顺便 曾经相爱的两人怎么也想不到会以这种方式冲锋 两人虽装作不认识 内心却巨浪翻涌 强烈的不自在让殷善没坐多久就胃痛起来 泰宇只好先带着母亲离开 饭后正请母亲抱怨殷善毛病太多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弄得没了胃口 正行父亲却忧心忡忡 他明白殷善是见到他后太过震惊才会这样 殷善的好友前来看他 得知正行的父亲近视和中秀后唏嘘不已 当年殷善供他吃主让他参加司法考试 说好考上后就取殷善 却一连几年都落榜了 心灰意冷的他这才开始出去工作 可没工作几个月就让会长的女儿勾走了 就这样狠心抛弃了陪伴他多年的殷善 好友担心殷善会因为这是取消这门情事 殷善倒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只是愁往后还要与他见面 隔天正行父亲主动联系殷善 他为自己过去的混蛋行为向殷善道歉 殷善表示自己也就刚开始那几年怨恨他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他早已淡忘了 再说相爱的人分手本就是很正常的事 不过他现在担心正行母亲知道真相后要怎么办 正行父亲觉得不能因为两人的过去给孩子们带来困扰 他相信妻子知道真相后也会优先考虑孩子们的幸福 于是两人约定不再提起过往的事 今后以亲家身份相处 细经与正行的结婚请柬很快就映了出来 正行母亲看到新母全命后总觉得在哪里听过 却又想不起来 正行父亲打算移送请柬的名义与朋友聚聚 正行母亲也跟了过来 正行母亲去卫生间期间 朋友们看到请柬上女方母亲的名字很是吃惊 便好奇地询问 正行母亲这才想起赵英闪是丈夫曾经的恋人 回家后正行母亲质问丈夫为何要向自己隐瞒两人的关系 正行父亲表示之前的婚事都是妻子一手在操办 他也是双方父母见面时才知道英闪竟是吸睛母亲 之所以隐瞒着妻子 是觉得他不知道的更好 正行母亲却提出要取消这门亲事 随后便把正行叫了回来 正行不明白母亲为何又突然反对 正行有点不敢相信 来到书房询问父亲 得知母亲说的事实时 正行表明他不会受父亲过去的影响 要照常与戏金结婚 正行本想去说服母亲 却发现母亲正在客厅私印好的请柬 正行求母亲放下过去 母亲却表示他无法与戏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正行告诉母亲不管怎样他不会与戏金分手 他认为大人犯的错不该由他来承担 随后正行找到父亲 询问他对母亲的感情 得知父亲是真心爱着母亲 正行求父亲对母亲说出真心 这样也许母亲会放下过去 可就在正行与父亲聊天期间 母亲却来到了西金家 依善表示两人之前从未见过面 而且他对正行父亲早已没有感情 正行母亲觉得都这种情况了 两家还是不要成为亲家的好 听着未来婆婆说要取消这门金事 西金脑子乱作了一团 他与正行历经千辛万苦 毫不容易要结婚了 却又迎来这么当头一棒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西金叫出正行商量 正行说这是与他们没关 只要两人坚持肯定能克服过去 尽管正行这么说西金心里却没理 正行为给西金家人一个交代 当着西金外公的面向西金承诺 不管他母亲同不同意 他都会坚持与西金结婚 正行刚回到家 母亲就告诉他订好的婚礼场所 都已全部取消 正行表示如果母亲再反对 他就带着西金去国外生活 听到这话母亲直接给了他一耳光 正行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为何要为三人的复杂关系顿送他的幸福 正行母亲见阻止不了儿子 便找到丈夫让他去劝说正行 丈夫表示正行结婚后 他们又不会与亲家经常碰面 还是让正行随他自己的意思去做比较好 正行母亲威胁丈夫如若不阻止正行 自己就要与他离婚 随后正行母亲又叫来西金 羞辱他母亲没有自尊 当年被自己抢走二人 现在姐还舔着脸要跟自己做倾家 西金让他不要这么说母亲 正行母亲表示西金如若不分手 自己还会说更难听的话 再不行就每天去他家里 当着他母亲的面说 西金不愿让母亲因为自己受委屈 也明白自己即便嫁过来 也不会幸福 便含泪同意了分手 不知情的正行还发短信 给西金加油打气 只要两人态度坚定 一定能克服这的难关 西金看到这话坐在椅子上痛哭 他不敢想正行知道自己要分手 后会是怎样的反应 正行第二天才从姐姐口中得知 西金已与母亲承诺会与他分手 他叫出西金 西金郑重向他提出了分手 他表示无法对着一个 侮辱自己母亲的人叫妈妈 正行提出离开这里带西金出国生活 这样就不用理会母亲的纠缠 西金却拒绝了他 两人离开后 他母亲肯定会找自己母亲的麻烦 再说他母亲也可以追到国外的 西金觉得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分手 尽管正行一直求他不要这样 西金还是狠心摘下求婚戒指还给了正行 正行并没有听西金的话 他一一孤行买了婚纱 订了机票 辞了工作 还让国外的好友帮他做了房子 打算带着西金去国外生活 正行好友联系不到正行 便把电话打到他家里 谁知正行母亲接起了电话 得知儿子已托人在国外找好了房子 正行母亲先是打电话 触骂了正行一顿 随后直接来到了西金家 谴责西金就是个骗子 最上答应自己要与正行分手 却按地理计划一起与正行去国外生活 正行母亲听不下去反驳了他几句 他却张口辱骂西金母亲不要脸 想借着女儿嫁到他们家 继续与他老公来往 千尔听到母亲对别人的羞辱 正行才意识到西金受了多少委屈 他明白有这样的母亲在 西金即便嫁给自己也要受母亲欺负 不如就此放手 正行虽已与西金分手 但他原谅不了母亲的所作所为 依然决定要独自前往美国 正行把西金带到第一次向他表白的地方 表示爱过西金是他这一生中做过最美好的事 随后又带西金来到曾经求婚的教堂 以及告白成功的餐厅 两人都心知肚明这是最后的约会 送西金回家后正行说出他要去美国的事 西金早已从陈骏口中听说 两人最后拥抱后分开 母亲得知正行的决定后虽很生气 但他以为正行只是去一两个月 谁知正行这一走就是三年 当上任的总裁正在上场视察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入他的耳朵 正行一回头就看到了那个他日丝夜响的女人 被迫分手的两人三年后以这种方式重逢 久违的激动再次涌上心头 短暂的凝望后 正行抱起一旁的恩妃对西金说了声好久不见 听正行声音这么平淡 西金激动的心瞬间冷了下来 他礼貌的回了句好久不见 随后正行递上自己的名片 说他刚回国没多久 现在接手了父亲的服装公司 如果想买他们公司的衣服 可以联系自己给他打折 短暂的寒暄后两人分开了 分别后却都陷入了回忆里 曾经恋爱时的幸福与痛苦又在脑海里上演了一遍 尽管双方心中都还惦记着彼此 但也都明白挥不去了 这三年来 陈俊一直守在西金身边 两人一直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但周围的人都早已把他们当做了一对 陈俊告诉奶奶他想与西金结婚 奶奶虽有点接受不了西金未婚妈妈的身份 但陈俊这几年都耗在了西金身上 再反对的话 他结婚将摇摇五七 便同意了两人 得到奶奶同意后 陈俊叫出西金向他表明了心意 可西金前两次的感情经历都太糟糕 他表示自己要结婚的话 首要考虑的肯定是陈俊 不过他现在还没做好结婚的打算 让陈俊再等他一段时间 西金虽没答应 但也不是回绝 陈俊表示如果西金不想结婚 让人以现在的关系相处一辈子他也能接受 陈俊的诚意让西金对他产生了愧疚 他心里其实很清楚 自己从未放下过真心 真心又何尝不是这样 为了忘掉西金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偏偏这时母亲又瞒着他帮他安排了相亲 让他反感不已 可不管他怎么与母亲说 也阻挡不了母亲的热情 这时姐姐却跳出来站他这边 并且还劝他与西金复合 其实金言这么做都是为了自己 三年前他气不过陈俊经常因西金的释放他鸽子 一气之下与陈俊提了分手 后面没几个月就与财阀公子结了婚 他本是想气陈俊的 没想到却恶心了自己 财阀公子完全就是一个妈宝男 让他实在受不了 没半年就与他离婚了 现在他后悔当初放开陈俊 想与陈俊重新开始 心直口快的金言直接来到陈俊办公室表明了心意 陈俊却说他已向西金求婚 不过好在西金没有答应他 金言觉得他还有机会 于是找到西金表明他想与陈俊重新开始 让西金放开陈俊 西金表示自己的使他无权干涉 为了拆散西金与陈俊 金言觉得只有正行与西金在一起才行 于是劝说母亲不要给正行安排相亲 他才刚进公司业务都没熟悉 压力很大的 随后又以让正行放松为由 送了他张一约会的门票 之后又找到西金 以道歉为由也送了西金张音乐会的门票 正行来看音乐会 没想到临坐近视西金 两人这才明白都被金言耍了 音乐会结束后 正行要送西金回去 西金却拒绝了他 回家后西金满脑子都是正行 控制不住的想念他 西金清楚这样不行 于是想出去走走 却发现正行就在门口 这突然的相逢让两人都心跳加速 正行没忍住上前抱住了西金 随后向西金提出重新开始 西金直接拒绝了 他不想再被正行母亲辱骂 而且他已经答应陈俊 要结婚的话肯定选他 西金担心正行在动摇他 次日约出陈俊 陈俊感谢西金能这么快回复他 当下就带着西金去见了奶奶 正行还在办公室想着怎么能让西金回心转意 惊言推门进来告诉他 西金决定跟陈俊结婚了 刚刚陈俊奶奶约他出去告诉的他 还让他不要再缠着陈俊 惊言让正行快想想办法 难道他忍心看着西金嫁给别人 正行给西金打电话 西金一直不接 心烦意乱的他来到两人过去 经常去的芦苇公园碰运气 竟在这里遇见了西金 正行觉得西金肯定还挨着自己 不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让西金取消婚礼 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西金也一直没放下正行 但他明白正行母亲不会接受他 于是撒谎传他心里早已没有正行 求正行不要再出现折磨他 之后正行又找了西金几次 不管正行怎么劝他 西金都坚持要与陈俊结婚 正行只好叫出陈俊 他认为西金一直爱的是他 现在是为了躲避自己才答应陈俊求婚的 陈俊是见证过两人恋爱的人 他清楚两人当时爱的多么甚 三年前他让正行一定要抓住西金给他幸福 但正行没有守护好西金 所以就算现在西金回到他身边 他也没法让西金幸福 正行认为三年前能保护西金的方法只有放开他 虽说现在与那时相比情况没变 但经过这三年的时间他已认清 没有西金他活不下去 陈俊想确定西金是不是一下定决心要与自己结婚 于是找到西金 他把正行来找自己的事告诉了西金 还问西金是不是把自己当做了避难所 金言回去把陈俊要与西金结婚的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是又气又绝的好笑 差点成为他们家女婿与儿媳的两人要结婚了 生活真的比连续剧还要精彩 胜负欲强的金言越得不到陈俊越想要 即便陈俊要结婚他也打算等下去 说不定要不了多久陈俊就会与西金离婚 母亲不明白他们家怎么个个都是痴情种 难道有痴情的基因 不免又怀疑老公是不是还惦记着西金母亲 西金不想这样与正行好下去 他叫出正行把正行之前送他的录音带还给了他 并让他以后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 伤心的正行还没缓过神来 西金外公又找到他 劝他不要再纠缠西金 爱不是自私 他要学会尊重西金的选择 陈俊奶奶担心恩妃跟着西金进门后觉得生疏 便让西金带着恩妃来家里做客 恩妃乖巧懂事 让陈俊奶奶很是喜欢 陈俊送西金回去时 正好被真行看到 看三人在一起温馨的像一家人 真行意识到陈俊能带给西金自己给不了的安稳 于是下狠心扔掉了曾与西金买好的结婚戒指 随后真行叫出西金 要放他走 但不代表会离开他 自己还会在某个他看不到的角落守护他 说完这些阵型让西金先离开 男人止步打电话 却没注意到女儿追着球跑向了马路 对面的阵型正与相亲对象散步 竟看到恩妃追着球正在马路上穿梭 阵型顾不上那么多 直接冲到路中间暴起了恩妃 下一秒 西金突然接到前前男友正号的电话 说恩妃出了车祸 西金赶忙赶到医院 他谴责正号怎么能私自带走恩妃 就在前不久正号回到了韩国 他从朋友那听说西金当年是打着肚子回来的 便想来看看自己的孩子 西金本不想让他见恩妃 架不住正号一再骚扰 于是与他协议好 让他以叔叔的身份与恩妃见了一面 可见面后正号却又有了任恩妃的念头 西金担心相任后他回到美国后就不再回来 倒是恩妃肯定会想念他 便拒绝让他认恩妃 谁知他请私自去幼儿园接了恩妃 把恩妃带到商场买衣服 之后要送恩妃回去时 便发生了开头纳目 正号告诉西金恩妃没事 不过是正行救的恩妃 他现在还在急诊室抢救 西金赶紧跑过去看真行 正行母亲还不知道正行为何出的车祸 这是医生出来说正行内脏与头部破裂 让他们在同一书上签子 西金听到这些下的腿都软了 正行母亲不明白都要结婚的西金为何站在这里不走 他见到西金救心烦 说了些不堪入耳的话 骂走了西金 恩妃已经没事 西金让母亲先带恩妃回去 他想在这里等到正行醒来 一旁的正号还是内疚 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西金心里乱作一团 根本没心情与他散仗 医生出来说正行手术很成功 但还需要在重症时观察一段时间 这时保险人员过来与正行家人沟通 正行家人这才知道正行是未救西金女儿才出的车祸 西金在医院等了一夜都没等到正行醒来 回去换医务时正好碰到陈俊来找他 便把正行救恩妃的事告诉了陈俊 陈俊担心正行母亲会为难西金 想与西金一起去看望正行 却被西金拒绝了 正行母亲来到医院 看到西金坐在那里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被赶索的西金只好躲在转弯处哭气 正好被来医院检查的陈俊奶奶看到 得知缘由后他让西金照顾好自己 奶奶回去后把见到西金的事告诉了陈俊 看到西金哭得那么伤心 他总感觉特别别扭 让他忍不住怀疑西金是不是还挨着正行 奶奶的这些话刺痛了陈俊 他一直清楚西金没放下正行 本想把一切交给时间 让西金慢慢忘掉正行爱上自己 可正行做的是分量太重 自己要怎么做才能撼动他在西金心里的地位 正行母亲白天都会守在病房门口 西金只得晚上才能来看正行 可晚上没有会见时间 在西金的再三请求下护士同意让他进去看正行 于是西金每天晚上趁着大家不在时来看正行 上前端起水泼了西金一脸 自己儿子因为他正在闯鬼门关 他竟还有心情与男人约会 晚上陈俊给西金打电话 却是西金母亲接起 说西金可能在卫生间 强烈的预感让陈俊觉得西金是在医院 来到医院果然在这里看到了西金 陈俊心里五味杂陈 他爱西金 想给他幸福 可现在他不确定西金嫁给他后会不会幸福 毕竟西金爱的人一直都是正行 西金哭着询问母亲 正行若一直醒不过来他该怎么办 母亲让他注意下言行 马上就要与陈俊结婚的人 心怎么能一直放在别人身上 西金觉得陈俊会理解他 西金忌惮真行母亲只能晚上来看正行 这天在他的不断呼唤下正行睁开了眼睛 醒来的正行最关心的却是恩非的安慰 西金告诉他恩非因为他的保护 只擦伤了点皮而已 西金害怕与正行家人碰面便先离开了 医生告诉正行父母 正行只要在医院观察两周就可以出院了 父母悬着的心者才放下 陈俊带西金来感谢正行 正行好奇西金为何不来 这才得知他昏迷期间 母亲不许西金靠近他 甚至还对西金打打出手 带陈俊走后 故事八卦地告诉正行 有个女人每晚都来看他 每次都哭得特别伤心 正行知道那人一定是西金 想到西金还在担心自己 便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没事 让他不要担心也不用来看自己 正行刚出院就投入到了工作中 同时知道正行与西金都还放不下彼此 便给两人安排了此偶遇 西金一看到正行就失了眼眶 正行把西金拉到外面 问他为什么会流泪 听西金这么说 正行克制不住地包住了西金 为了不影响西金与陈俊的婚事 正行祝西金幸福后 与他约定以后不再见面 金言借正行的车办事 要走时却发现车被刮伤 查看行车记录一时 发行了正行与西金拥抱的画面 金言认定陈俊看到这画面 肯定会与西金分手 便拷贝了一份给陈俊 陈俊看后问金言送他 这个是什么意思 金言告诉他 正行与西金都还挨着彼此 陈俊何曾感觉不到 他一口接一口的灌酒 只为找到一个能安慰自己的理由 即便有再多的理由 他还是想亲耳听西金的回答 西金低着头掉下了眼泪 正行因为恩非昏迷不行时 他意识到自己始终没放下正行 陈俊问西金如果自己放开他 他会与正行在一起吗 陈俊明白西金的意思 他现在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带给西金幸福 两人商订婚时暂现推迟 给彼此点时间再考虑一下 随后陈俊又找到正行 询问他爱不爱西金 正行不做正面回答 他只希望西金能幸福 正行认为他与西金中间夹着他母亲 西金与他在一起不会幸福 陈俊告诉真行他与西金打算暂现推迟结婚 得知是因为自己养人才会这样 正行求陈俊一定娶西金 害怕他干预的话他可以去美国生活 陈俊去图书馆门口等西金 他告诉西金 从三年前他就开始在等西金 好不容易等到西金愿意与自己结婚了 却又奢望他能爱自己 这几天他想了很多 既然西金没可能与正行在一起 他会尽全力尝试给西金带来幸福 看到陈俊这样包容自己 西金却不好意思了 自己何德何能能得到陈俊这样的爱 金眼剑把视频给陈俊看后没多大效果 又把视频拿给西金看 得知陈俊知道折士金还愿意娶自己 西金内疚的不行 陈俊太好了 他自觉自己配不上他 也没信心能忘记真行 所以他宁愿单身一辈子也不愿拖累陈俊 于是坚决要与陈俊取消婚事 就这样真行为了承诚西金与陈俊出了国 而西金与陈俊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 三年后陈俊终于放下了西金 开始接受奶奶安排的相亲 振兴回国参加金严的婚礼 却与西金相遇 两人兜兜转转转又回到了原点